全球航空产业复苏动能强劲 台湾航太龙头汉翔航空 1到7月营收拿下223亿 上半年EPS1.46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6% 12号汉翔董事会宣布 授权以不超过1030万美元 购置美国亚利萨纳州厂区 2.61亩土地 大吃美国当地航太订单 预期两年后美国营收大幅成长 一步现在当地就是在亚利萨纳州 购置一个厂房 那会依照这个航太业的这个标准 那一步一步的取得认证 然后在当地接单 那接单不止民用的 尤其是这个国防业务的部分 就是响应美国这个BAA的这个要求 不止民用航空市场前进国际 汉翔去年达成国际国造年度目标 交集17架永应高较机 今年预计交集18架 目前进度有些延迟 力求第四季打阵 中华民国政府均用商规无人机采购案 近日开标外传汉翔将与雷虎合作 公司表示持开放态度 有信心不论民间哪一家厂商得标 都能承接相关制造订单 协助民间厂商交付无人机产能 汉翔公司早就已经做好准备 在深耕在布局 那么只要等到等到说这个机会成熟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能够那个配合着那个中科院来承接 不管是那个出校机或者是那个下一代战机的那个研发的一个需求 那么所以呢 那么2025年不管是在民用航空或者是国防业务的一个展望 那我们是相当的乐观 汉翔透露目前已经是大客户奇异航空 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二大的供应商 组建台场技术实力备受肯定 汉翔近期赴英国法英宝航站取得多项长期订单 也包含空中巴士A350博一B787发动机零组件订单 看好航弹产业成长趋势 新打机器高教人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高教人沈